嘩嘩嘩 舒服啊 聽歌 裝修完真的果然不同 不得了聽歌 不過這裡有點難捱 難捱? 好不要緊 我又看中了一張椅子 又是介紹給你 又介紹給你 又差一點? 這次不差一點 三十幾點都沒有 好熟啊 你有場景 這次我已經拿回來了 你又拿回來了? 拿了在那邊 又來了? 都說明了 你每次都有這些東西 很棒的運輸 看看你什麼 嘩嘩嘩嘩嘩嘩 這是地下 你拖我 你什麼運輸 話說回來 你可以從窗口運過來 對 直升機都掉進來 很高成本 真的貴 這個是什麼 塑膠嗎 Machine of destiny 我反轉都認識 可以唱好嗎 嘩 大張 應該要托出來的 神經病,原來很輕 很輕 這個位置真的挺漂亮 這個位置很帥 但這個是電競沙發 我忍不住 給大家看看這個位置 多帥 這個位置很輕 電影院的栽杯 這個位置很爽 不是很重 這個位置有彈簧 有彈簧 頭枕頭枕 這個位置有電線 這個可以充電 這個應該是底座 這個位置沒有彈簧 這個位置沒有彈簧 這張椅子沒有彈簧 這個位置沒有彈簧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組 還有螺絲 這個很熟 上次那些 把G放在V 五爪金能底座 這個很熟 組裝可以 很簡單 這個 完了 這個 對了 這個位置 進入 大功告成 這張椅子好像可以 你剛剛 這個呢 這個是給你充電 充電 這個 應該是 我不管了 如果承受到我這個重量 就應該這張椅子可以 可以的 大功告成 我不是有了嗎 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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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腰質很舒服 不過 都穩定 都穩定 可以轉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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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嘩 可以教的 向外拔 向外拔 你試試推一下 將椅背 放手 我放手 原來最上是這裡 新辦公室可以接收 原來向上 原來這裡也會再推出來 會推出來 不錯 做完這個 很搞笑 這個好像撐出來 一弄就弄死 剛剛好 還可以這樣 先生 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我們馬上看說明書 介紹一下 這裡有一個袋子 可以放電話 充電放在這裡放電話 我剛才看過一些資料 可以放遙控器 平常看電視 放遙控器 放在旁邊 或是打機的控制器 這裡可以忍耐 不要多說 不如我們看說明書 第三次 我們看說明書 玩玩 看說明書 再介紹一下 今次電競的梳化 這張梳化的名字 非常有氣勢 叫做Dracoflow 即是王座 連名字的名字都氣勢過人 Work, Play, and Win Like a King in the Dracoflow 無論在打機或做事 都好像一個皇帝一樣 坐在寶座上 那麼舒服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像皇帝一樣 不過坐上去的時候 真的挺舒服、挺坦的 感覺上就像坐在一張摩登的安樂椅一樣 這樣說 我想大家都會馬上明白聯想到吧 這張電競梳化 闊度是81.5cm 長度是92cm 攤開之後 放下去最大是121cm 重量也有23kg 所以它真的成為一個戲院梳化 也挺有份量的 如果大家買的時候 真的要看看自己的空間 夠不夠 最大的乘重量是140kg 真的可以連兩個大份的我都可以負載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坐下去的時候 真的不用怕了 再配合電競風格 把椅子的顏色 是由黑色的PV皮夾造成的 我坐下去的時候 都不覺得有些貼著背部 又或者是很大的味道 而且椅子也挺柔軟、挺舒服 坐下去絕對不像電競椅一樣 真的好像坐在梳化一樣 它的底座、框架和扶手位置 都是由鋼製成的 所以感覺上也相當紮實 雖然中間好像只有一枝 這樣的鋼柱 支撐整張椅子的重量 但也不覺得 真的會有左右搖動 又或者不紮實的感覺 座椅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調校一下 旁邊的扶手位置 就可以做一個最大135度的傾斜度 它又沒有去到 真的差不多睡在這裡的感覺 但這個角度足以可以令到 好像睡在床上那麼舒服 真的可以睡得著的 加上腳枕的位置 可以手動地握住旁邊的滾 推上來做一個最大80度的角度調校 能夠把你的腳很舒服地全部拉起來 另外,椅背和腳枕的開合 是可以獨立調校的 例如你可以坐直的時候 也可以只用腳踏扎起你的腳 這樣很舒服地看你的YouTube 甚至開一下Leg Knitting 也不是不爽的 不過我覺得最壞的是 它的腳踏位置只可以調校一個角度 就不可以任意調校 所以開的時候就唯有開到最盡 而它最搶眼的地方 就像我現在的藍色Logo的頭枕和背枕 位置都剛剛好 而且可以調校 而兩邊的包圍感覺都很強烈 令你睡在中間的時候很有安全感 而且椅背比較闊落 所以也不會有壓迫的感覺 另外它有藍牙喇叭版本 以及沒有藍牙喇叭版本 給大家選擇 我就強烈大家買一個 真的藍牙喇叭版本的款式 因為其實初初我都覺得試的時候 以為都是一般的很差的喇叭仔 可有可無的 但一開出來的時候 發覺聲音出來都頗自然頗好聽 嘩! 喇叭在這兩邊 你聽到很大聲嗎? 不大聲 但我這裡還可以 可能因為它這樣罩著你 是不是最大聲的了? 不是 你現在最大聲了 雖然絕對不是很強勁的低音 讓你好像去了Clubbing的感覺 但聲音上絕對是很自然 拿著手機出來去看YouTube的時候 而且因為聲音包圍著你 所以不需要開到很大聲 就有這個臨場的感覺 就有這個臨場的感覺 嘩! 完全不同 這個感覺 和這個感覺 差很遠 難怪那兩邊是 那兩邊是這麼鬆的 那些聲音真的很好 不會是那些很刺激的 我最怕是那些 OK 這樣和這樣聽的聲音 是兩個層次 押進去之後 你是不是又要說兩次的聲音 嘩! 真的 我新的辦公室真的可以接收它 它有兩種顏色給大家選擇 Cyber Pink 和 Galactic Blue 即是紅色和藍色的標誌 上面的刺繡花紋 不是一般的額花 看上去都挺帥氣 而且挺高貴的 而它兩邊的扶手都分別有一個杯墊的位置 就好像去電影院看電影 是非常實用的 而手針上面都很闊落 放手上去的位置就剛剛好 而兩邊也有一個袋子 給你裝著你的遙控器 又或者你的手機 電視遊戲機的手提控器 這樣就不用每次都要到椅子四處去找 其實就加速了你在椅子上賴死 躺在上面 真的懶得什麼都不想動 不過我試過之後 我覺得有兩個地方大家要留意 就是如果真的作為一個電競椅 加一些LED燈上去點綴一下 就更加型 不過它沒有 而且要留意 它腳左的位置是固定的 即是下面圓形那一塊 你就可以很暢順地左右旋轉 但沒有輪子就被你四處移動 所以如果你在電腦桌前面使用的時候 就未必好像一般電競椅那樣方便 嘩這個真的行 等等 不行 這個人真的霸了我的椅子 我要快點霸回 不過先說一下 今次這個Machine of Destiny 是不是我沒有讀錯 Machine of Destiny 嘩這個好像很Chill 價錢如果你有藍牙的喇叭 就是2399 如果沒有就是2199 好像貴200元 我建議都是買一個 剛才很喜歡的沉浸感的喇叭 可以多200元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到我下面的網址 去參觀一下 現在我就要快點拿回燈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留意我的Facebook IG 還有我的MilV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快點起床吧 這條影片 待會兒有很多 你要是蠻麻煩的 這條影片 都不是會發明的 可以把他扔一下 你把他扔一下 你把他扔一下 還要擺一下 你把他扔一下 谢谢大家